一年前的25岁的常舒华还只能坐在地上 用双手来移动自己的身体 仅仅过了一年 他已经能够支撑着双拐站立起来了 而这就要归功于香港天灵基金会的医生们 从一岁多开始 常舒华就因小而麻痹瘫痪 二十多年来 他都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支撑着身体移动 像其他人一样站起来 成为了他生活中最大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实现起来却是如此的艰难 我的病特别重 然后蹲在地下面 然后手两只手拿着两只脚 然后往前面送了 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 因为我蹲在地上走路已经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起来 我从来都没有站起过 心里也非常的苦恼吧 2006年3月份 香港天灵基金会骨科医疗队 第一次到我室进行一诊活动 在红十字医院 医生们为常舒华免费做了手术 做了一次手术 感觉很不错 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 然后戴上支具 主着拐杖 我可以走路了 经过手术 二十多年来 一直坐在地上的常舒华 终于站了起来 虽然还得依靠双拐支撑着身体 但是常舒华却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 在医生们面前走了一圈又一圈 在他年轻的眼睛里 更是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希望 因为我站起来了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